齁 這樣幾歲的看來這個就比電影比較好看 不會中魚了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哇 幾大隻的豆腐酸 哇哈哈 豆腐酸 碰到我們船尾就不走 啊不走我們就是 第一個感覺就是他要來吃匣子 然後我們就是丟那個鵝料給他們吃 吃完有種 然後又再回來 這樣來來回回大概十幾次 通常因為他跟漁船的防禦心沒有那麼的強 所以漁民常常會笑他們說 那個叫做傻啊傻啊 就是他傻傻的會看到漁 沒有 看到漁船 他就會是主動的去靠近去去親近他 那從2000年開始 他們基本就是開始做進捕的動作 到本來是開始是限制捕捉 然後一直到最近開始做了進捕的動作之後 那其實他的數量可能因為友善環境的關係 數量越來越多 那順便開始做增加 國際上也有專家指出啊 在2050年的時候 可能海洋當中的垃圾會比魚還多 那這時候就是在說明 海洋的環境資源的枯竭 然後以及我們人類製造出來的廢棄物的問題 其實都對這個生態系 地球生態系造成很多很多的影響